嗨 大家好 我是大兄 今天我们来聊一群 朱子百家当中最神秘的人物 他们曾经是战国时代 最强的发明家 最厉害的军火商 最强大的帮派 他们只靠几百个人 就能左右一个国家的命运 他们的脑袋被叫做巨子 这群人便是墨家 但是奇怪的是 这么厉害的墨家 却在秦朝统一后不久 就神秘的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现在我们很多人提到朱子百家 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儒家道家 可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在朱子百家的那个年代 墨家绝对也是当时的显学 韩非子就说 四知显学 辱墨也 孟子也说 杨朱 墨迪之言 迎天下 天下之言 不归阳 折归墨 杨朱据说是老子的弟子 是道家的代表 这两句话其实就是在说 在朱子百家那个年代 道家 墨家 儒家这三家 同样都是显学 但是奇怪的就是 儒家 道家都有很好的传承 可是为什么偏偏墨家 自从秦朝统一之后 就突然的消失了呢 甚至在司马前的死记当中 对墨家也仅仅只留下了24个字 意思就是说 墨迪是宋国的大夫 擅长守卫和防御的战术 他竭力的提倡秦俭节约 有人说他和孔子出生在同时代 但是也有人说他在孔子之后出生 就是这么简单的记载 而且奇怪的是 你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司马迁 偏偏要在这仅有的24个字当中 特别的细说 墨迪和孔子的出生的时期呢 原来墨子和孔子 还真的是有很大的渊源 墨子在年轻的时候呢 其实呢就成师从儒家 学习儒家的仁义礼乐 但是结果让人万万没有想的就是啊 墨子却是诸子百家当中 第一个站出来强烈反对孔子的大事相家 而且也可以说 他就是这个世界上骂孔子 骂了罪凶的一个人 可以这么说啊 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讨厌儒家 反对儒家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我们现代人懂得比较多了 所以说才明白了儒家是比较迂腐 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啊 这跟时代的变化其实一点关系没有 有很多人讨厌儒家 不是别的 归根结底 就是墨子干的 你现在在网上能够找到的 黑儒家的话 说儒家迂腐 说儒家只知道李悦 说儒家百无一用的话 可以说任何骂儒家的话 全部都是出自于2000多年前 墨子一书的《非儒》这一篇 儒家说父母死后要守三年之伤 墨子说这简直是愚蠢至极 儒家信命认为寿命、贫富、安危都是天注定的 墨子就说如果所有人都认命了 那谁还去努力呢 如果所有人都学了儒家 那这个社会还怎么发展进步呢 几乎孔子所提倡的任何的东西 和孔子有关的任何的故事 几乎都被墨子骂了一个底朝天 最关键的是他不光自己骂儒家 而且还借刀杀人 他还特别借用了另外一位圣贤 燕英对孔子的评价 燕子说儒家崇尚音乐 但是古时候平常人听音乐 那多难啊 所以说这崇尚礼乐的儒家 那简直就是妖言惑众 而且儒家的礼仪繁多 甚至言止夸张的说 这儒家的礼仪 那简直是多到普通人一辈子都学不完 所以说要是让儒家来管理这个国家 那简直就是祸国殃民 那这些都还只是墨子反对儒家的 一部分的说法而已 如果说你特别讨厌儒家 那么你看墨子这篇非儒 那绝对比网络爽文看的更爽 但是呢 在墨家反对儒家的所有观点当中 其中最有趣的一点 我相信是我这个频道粉丝特别感兴趣的 那就是墨家和儒家对于鬼神的态度 孔子儒家 儒是什么意思呢 儒其实是古时候祭司鬼神祖先 又或者说贵族死了之后主持安葬 祭司等等这些礼仪的主持人 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主持人 古时候这些祭司等等礼仪的程序 真的是特别的复杂 据说逛一个葬礼起码都有七十多道理 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明白 刚才燕子说儒家的礼仪 多到普通人一辈子都学不完 这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 据说当年孔子向老子去问礼 问的不是别的 问的就是关于儒的礼仪 而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职业 其实就是这样祭司的主持人 可是问题就来了 你儒家明明就是主持人和鬼神交流的一个中间人 照说来儒家肯定是特别相信鬼神的存在 但是偏偏儒家就是不信鬼神 孔子还说只不与怪命断神 儒家明明是专门崇尚祭司鬼神的专职人员 孔子就像是一群科学家一样 而偏偏孔子却特别的相信鬼神 很多人听过孔子的奸爱和非公 奸爱就是说对所有人都要有平等的爱 甚至把别人的妈妈当自己的妈妈来对待 非公就是说反对不道义不仁义的战争 比如说大国去欺负小国 但是这里你千万不要以为 孔子就是坚决的反战主义 孔子说武王伐咒这样的战争就可以打 为什么因为孔子说这不是公 这叫做诸 很多人都知道孔家的奸爱非公 但是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 孔家还有名鬼和天智 名鬼和天智其实指的就是 孔家相信鬼神 所以孔家特别反对儒家 就是说你一记识你不信神 你记什么鬼神 所以孔子就直接说了 按照儒家的这种做法 那就是天鬼不悦不得善终 而且孔子认为那些否定鬼神 存在的这些人就是故意在妖言火中 故意在误导大家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孔子这样一个人 可以说他像是一个科学家的一个角色 为什么他如此深信鬼神的存在呢 顺便提一下 为什么我说孔子像一个科学家 一会儿我们在介绍孔家科技的时候 我们再细说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为什么孔子就这么信神呢 其实孔子他还真的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那他说啊 在古时候鬼神呢 那可都是有明确的证据的 而且孔子还举了两个例子 那有一天周宣王杀了他的无罪之神杜伯 杜伯临终前就说了一句啊 我居然被我自己的君主无辜的杀掉了 要是人死后无知那就算了 但是如果说人死后真的如传说当中还有之 那么不出三年我必定会让我的君主后悔 今天对我犯了错误 结果没有想到三年之后 周宣王就会和诸侯打猎 当时有数千的侍从周围围观的观众也遍布田野 就在所有人众目睽睽之下的中午时分 杜伯居然骑死回生 骑着白马穿着红色的衣帽 拿着红色的弓箭射杀了周宣王 那么这个事情呢 当时被整个周朝上下的人都看到了 并且还将这个事情记载于史书春秋之中 墨子说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事实 鬼神那是确实无疑的事情 而且除了这个故事 墨子还引用了另外一个故事 从前正木工在白天的庙中 突然看见了一个神人从左进门 为什么说叫这个人叫神人呢 因为这个人有着鸟儿一样的身子 身着白衣 而且还长着一个正方形的脸 下了正木工拔腿就跑 但是没有想到这位神人 随机就告诉正木工说 你别怕 上帝看见你的明德 现在派我来赐你十九年的寿命 并且我们还要使你的国家繁荣昌盛 子孙兴旺 请不要忘记你的德行 那后来正木工立刻就叩拜了 并且询问该神的名字 那该神就回答说 我就是勾芒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我们中国还有这么一个叫做勾芒的神 那在神话当中 他是木神村神主管树木的发芽生长 他一直忠心耿耿地辅佐福西 那《山海经》当中记载的太阳每天早上 都要从浮伤树上面升起 这浮伤树便是归勾芒来管理的 那刚才这两个类似神话的故事 在我们平时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只是故事而已 但是墨子却说 你们不要被骗了 这可是先王们真正经历过的事情 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呀 墨子在学习完儒家之后 就特别厌恶他们这套繁文儒节 于是墨子就另立三头创建了墨家 墨家弟子多半都是来自于中下阶级的人 而且墨家的形象很特别 庄子天下篇就说 这帮墨家的侠客 永远都只穿着简单的草鞋和粗漏的衣服 那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以为墨家的人是不是很穷啊 连衣服都穿不起啊 怎么混得这么差呢 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你千万不要被墨家的表面所欺骗了 这群人是最强的发明家 最厉害的军火商 最强大的帮派 他们怎么可能会没钱呢 只是墨家的子弟还有一个特别的信条 那就是节用 真正的墨家集团异常的富有 但是他们就是喜欢节俭 就是不乱花钱 就是要砍掉物质的欲望 可有的就是钱 就是不花 就是这么任性 那么问题就来了 他们的钱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这就不得不说墨子这个人了 他简直就像是一个穿越的科学家一样 在墨镜当中 他不但阐述了现代经典医学中 力的概念和力据的原理 提出了力动指的定义 另外关于杠杆的原理呢 他早就提出了重拳秤头秤尾等等这些概念 墨子和他的学生做出了世界最早的真孔成像的实验 在当时他们就知道光的直线传播 甚至墨子早在他那个年代就提出了类似于原子理论的初心 墨子就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是由端组成的 端是不占空间的 是物体不可再分割的最小的单元 而且最厉害的是墨子不仅想到了空间还想到了时间 我们这个空间不可分割的最小的单位叫端 而且墨子认为时间也有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叫时 墨子不仅有着很高的思想水平 同时也掌握着当时最顶级的科技力量 于是在墨子的领导下 墨家成为了当时技术最精湛的科技公司 小到做家具、搞建筑、大到生产、守成的武器 在战国时代墨者是老百姓最喜欢的廉价的木匠 而且最重要的是墨家还是各个诸侯国家最可靠的军火商 墨家生产了连弩车、转射机 成为了战国时期火力最强大、最强手的重型武器 但是墨子的武器只卖给防守方 绝对不会卖给侵略方的 这就是墨家的非公 那么墨家的武器到底有多厉害呢 在墨子这本书当中有这么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 叫做《直楚公送》 而且大家如果说有空去读一下墨子这本书 你就会发现墨子这个人 绝对不是像平时大家在电视里面了解到的墨子那样子的 好像只是一个会高科技机关术的神秘游侠 一个不苟言笑的帮派老大 事实上墨子这个人除了博学多才 而且特别的能说会道 特别的能说服人 他的税人数绝对不低于鬼谷子 在墨子里面记载了很多很多次 墨子不管是去说服诸侯军王还是说服平民百姓的故事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当中 你不仅能够看到墨家机关术到底有多么厉害 而且你也想体会到墨子的税人数到底有多么厉害 在公元前440年前后墨子约29岁 楚国准备攻打宋国 于是请了著名的工匠鲁班制造了工程的云梯等器械 墨子曾经在宋国当官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非常的着急 所以说他一面安排自己的大利子 带着三百名精壮的弟子帮助宋国守城 一面又亲自出马去劝阻楚王 墨子急急忙忙的走了十天十夜 脚都走乱了才到达了楚国的国度 然后墨子首先去见了鲁班 鲁班看到墨子就问道 先生你这么远来有什么尖叫吗 墨子就特别善于用技 特别会给别人挖坑 墨子先给鲁班挖了第一个坑说 我此次来找你 是因为我在北方有人侮辱了我 所以说我想脱离去杀掉他 甚至我还可以给你千金作为报酬 那鲁班不知道这是墨子的阴谋 听到之后当然就顺着墨子挖的坑说 我才不会因为钱去杀人的 那么墨子见用技成功了 于是立刻感动了直起身来 还故意对着鲁班拜了两拜说 我在北方听说你们造了云梯要去攻打宋国 可是宋国有什么罪过了 你们楚国本来就浮沿辽阔 而且人口稀少土地有余 而百姓不足 那你们为什么偏偏要去攻打弱小的宋国 杀戮他们的百姓 争夺他们的土地呢 这个是多么的不明智啊 宋国本无罪 你却要攻打他 这叫做不仁 而且你明明知道 这个不治不仁 却不劝阻你们的楚王 这就是你不忠啊 而且最狠的是墨子为了堵住鲁班的嘴 那万一鲁班回答说 我曾经劝过楚王 只不过我劝不过啊 那么墨子呢就处于被动的状态了 所以说墨子根本就没有给鲁班说话的机会 墨子接着就说 哪怕呢 即使你已经劝阻过楚王了 可是你的劝阻没有达到目的 那么就是你不强 鲁班这样的大使怎么可能会亲口承认自己不强呢 所以说鲁班哑口无言 只好推诿说 攻打宋国的计划 这都是楚王的决定 我也没有办法 可是没有想到 正当鲁班想要甩锅的时候 墨子早就已经料定 他会这么说了 墨子说 好啊 既然你没有办法让楚王停止战争 那你就带我去见你的楚王吧 让我亲自去见他吧 果然 鲁班就带着墨子去见了楚王 墨子简直就是脑尖巨滑 如果墨子直接去见楚王 你觉得他一介平民 想要见楚王就能见到楚王吗 所以墨子耍了一个阴谋 先提一个很无理的要求 那就是要求鲁班必须要亲自劝阻楚王 墨子当然知道 鲁班肯定是劝不了楚王的 他也不想劝楚王 所以墨子接着又提了一个很小的要求 那你劝不了楚王 你只要带我去见楚王见一面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让步效应 先故意提一个很无理的要求 接下来提出自己真正想要 但是却要小的多的要求 这样对方基本上就会答应你的 而墨子把这样的税人术掌握得不要太老练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墨子就见到了楚王 结果墨子真的是太老奸俱花了 他见到楚王 闭口根本就不提及攻打楚国之事 而是先向楚王提了一个问题 墨子说 如果说一个人 他不要自己家的豪华的马车 却老是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 他不愿意穿自己家锦绣的漂亮衣服 却老是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 不要自己家的米和肉 却老是想去偷邻居家的剩饭剩菜 你觉得这样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墨子挖坑挖得实在是太好了 楚王果然就中计 于是立刻抓住实际说 对呀 大王 你们楚国方圆五千里 而宋国只有五百里 这个就像不要豪华马车 却非要惦记别人家的破车子 是一样的 那楚国有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淡水湖 叫做云梦大折 满处都有西流 麋鹿、长江汉水的余鳖之多 哪里都晒不过 可是说 宋国资源贫乏 就连野鸡、龟、鸡鱼也没有多少 这个不就像米肉不吃 老想去奠祭隔壁家剩饭剩菜是一样的吗? 另外 楚国有长松、蚊子、南木、鱼章 宋国却什么大叔都没有 这就像 仅旧漂亮的衣服不穿 老奠祭别人家的破衣服一样 所以说一臣看来 大王派兵空打孙国 就像是有偷切屁的人犯了同样的错误 楚王一下子被莫子套住了 居然不知道如何回来四号 但是楚王此时依然掌握着主动权 他位高权重 也懒得跟莫子去逼逼歪歪歪的 楚王就说 对呀 你说的都对 但是鲁班已经为我造好了云梯 反正孙国我就是非公不可 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那么接下来就是最精彩的呢 莫子就解下了自己的腰带 来弯做弧形 当做是成 再用一些木片作为工程的器械 鲁班用他新招的云梯 就使用了九种方法 进攻了九次 结果都被莫子一一击退 鲁班工程的器械全部都用完了 而莫子防守的办法还有无穷无尽 鲁班那可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师 结果在莫子面前 九战九败 所以说一直很客气的鲁班 也开始变得不甘心了 于是鲁班就故意对莫子说 哼 我其实知道怎么来对付你 但是呢 我就是不说 而莫子也说 诶 巧了 我也知道你知道如何对付我 但是我也不说 那这一次加在中间的楚王就不乐意了 你们俩打起妈叫的玩什么迷运呢 于是楚王就直接问莫子说 你们俩到底在说什么呀 那么莫子就回答说了 鲁班的意图其实很简单 不就是想杀了我 他以为杀掉我了 就没有人可以帮助宋国守城了 那你们不就可以成功了吗 但是啊 我在这里早就已经料定了这一切 我的弟子清宫里 早就已经带着三百多个墨家弟子 守在了宋国的城墙上面 等着储君的到来 那如果说你们真去了 那就如今天的演念一样 储君去了就是宋死 那这一番话就彻底打消了楚王 攻打宋国的念头 因为墨家上守 后世就把这样的防守称为墨守 成语墨守成规便是出自于此 为什么偏偏是在秦朝统一后 这个时间点墨家就神秘的消失了呢 很多人认为儒家佛家 都是教人顺从世俗的政权 哪怕统治者再残暴无道 臣民也应该逆来顺受 这样的教化既无威胁性 而且还有利于安邦定国 而墨家对待统治者 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墨子一书特别有一篇叫做《上贤》 墨家句子永远都是从 有贤有能的人当中选拔出来的 墨家人提出了一套根据才能 选拔官员的一种思想 而封建帝王则是善让之的 所以墨家的存在 简直就是在打脸帝王的传承制度 要是听任墨家这种民族主义 在社会上传播普及 那么统治者的地位便岌岌可危 所以墨家思想成为了 横在皇权面前的一把尖刀 于是大部分人猜测 墨家是在皇权的打压下被迫解散 剩下的墨者只能以游侠的形式单传 但是也有人认为 墨家并没有真正的消失 他们只是在秦始皇之后 离开了中国去到了国外 当然这并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有人就发现 墨家和共济会 他们之间似乎总有一层 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墨家是一群工匠建立的 而神秘的共济会 也是有一群能工巧匠建立的 共济会的标识是原规和直尺 而墨家有一句话叫做 我们有了上天的意志 就好像自车轮的有了原规 木匠有了方词 轮人和木匠拿着他们的规和词 来亮度天下的方和圆 由此可见 原规和直尺对于墨家来说 那可就是上天的意志 这对墨家来说是多么的有象征的意义 而偏偏就是这么巧 共济会的标志居然也是原规和直尺 另外关于这个传说还有一个证据 那就是福西里瓦图 这幅福西里瓦图出自于新疆 人物造型和汉地流传的造型完全一致 但是如果说你仔细看人物的面孔 它已经完全西域化了 代表这种文化已经向西流传 那么有没有可能 墨家早就已经向西离开了中国来了 而且除此以外 历史上一直都有一个传说 其实很早就有人猜测说 墨家巨子一直在隐藏一个超越一切的野心 那便是历史上很多的墨家子弟 都深深的进入了各个诸侯的势力之中 他们在各个诸侯国当中做大官大将 而有人猜测这些墨家的子弟 就是墨家巨子操控整个天下的旗子 看上去这个世界是有军王们在掌控 但是事实上墨子才是世界背后的无地之君 而偏偏关于共济会它最大的传说 不就是他们可能是在暗中操控世界政府的影子政权吗 所以说实在让人不得不多想 为什么墨家和共济会存在这么多的巧合呢 那么有没有可能 这个都市传说它就是真的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